一個反手OK的手勢 最近氣爆世界各地 看上去跟普通OK的手勢分別不大 但竟然考起不少人 行不行 是這樣嗎? 你試試… 誠意滿分, 但動作零分, 錯了 大家一起學 因為今期流行手指挑戰 這個手勢以英超熱刺足球員 Dili Ali而命名 因為他在一次入球得分之後 做了這個反OK手勢慶祝 後期網民發現這個動作 看起來簡單, 但做起來很難 甚至不是人人做到 於是引起網絡大挑剔 網上的挑戰姿勢 有超過百萬多個 你是否左反右反 反也反不了 不要緊, 有我教你 首先, 做一個OK的手勢 再三隻手指伸直放在圈圈的下面 最後一百八十度翻轉隻手 好, 這樣就做到了 這個熱潮更加殺入娛樂圈 大家都不收拾, 齊齊出姿勢 帶上自己手指的靈活性 我們也找來明星藝人齊齊挑戰 先掌握 好 好 張座 好 張座 張座 是這樣嗎? 女生比較聰明 是 健哥 我不行了 很厲害 手指挑戰, 我做到, 你做到嗎 可以, 有彈結他也不錯 對, 但又不是特別靈活 一, 下去 是 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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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轉了, 好像反轉 不是, 再看, 會短的 不行, 反轉 不行 不行 我還用臉袖一袖, 來, 怎樣 看來大家都輕易過關 我們再將難度勝脚 發起人再在網上發動挑戰 2.0, 手指、眼頸 這個動作更考手指的靈活性 無名指要跟母指形成一個圈 中指和尾指再彎曲形成第二個圈 最後食指伸直形成眼頸框 就大功告成了 你們是二級的 可以這樣做嗎? 是 好, 你先挑選, 好嗎? 不用這麼驚嚇 因為這次可以成功挑戰的參賽者 真的不多, 街坊門無一陷面 全關公門 我覺得是手指握不住 骨頭或筋太硬了 其實做不做到這些手勢 不是靠彩素, 一切都是天注定 你的關節取決一切 取決一關關我們第二隻手指的 手指和手掌骨中間的關節 印帶和關節囊的柔韻性試 進階版最主要是用手指上的兩個關節 那些柔韻性可能關於天生事 甚至我們後天怎樣使用我們的手有關 例如你小時候動多點的手 例如探琴或做些運動 拉開多點的手 可能手的柔韻性較高 可能你的手會很粗勞或傷過 柔韻性較低 可能就較難做這個動作 擺位的力度也很影響到你做不到這個動作 其實很多人都擺在手指上就不夠力 我們擺在手指甲旁邊 這樣推動手指就容易反了 你就會容易做到 如果你硬弄有機會受傷 因為有機會印帶受不住力而拉傷 所以有時有痛的情況就不要硬弄做